这位小伙儿来自吉林长春 他今天来到现场 就是奔着一个姑娘来的 哎呀 这个直到给掌声了 但是呢 这个小伙儿说了 他说虽然我是奔着这个姑娘来的 但是我知道 我一定不会成功 哦 为什么 尽管知道这个结果 他说了 我也一定要来 哎呀 你听听这几个决心是吧 是要笨 但是我知道一定不成功 但是我也一定要来 这内心有多纠结 但是他对这件事情又有多坚决 所以我们掌声有请 最后一位小伙儿 全场热恋 东北爷们就是吧 大家好 我叫江川达 来自吉林长春 今年27岁 我的爱情人是个子高还温柔 跟我回家 你不用愁 谢谢 好 好 哎呀 没送你 对对 来往前再站 哎呀 这个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今天只被一个女孩来的 所以说我没有灭也没有去送 也不灭了 也不送了 对 被人了是不是 哎呀 我估计啊 这个姑呢 就在他心里蹦蹦蹦蹦蹦蹦 到处蹦呢 对对对 我刚才说的对不对 你的心里啊 又纠结 又坚决 现在是什么心情啊 跟我们分享分享 就是心情感觉就是很 鼓度了很大的勇气吧 因为我明知道就是 他今天不可能跟我走 也不可能牵手 就是鼓度了很大的勇气 来到就是这个舞台吧 谁跟你说他不能牵手啊 个人感觉在我心里 他就是一个非常高 非常就是像女神般的 在我的心里存在 因为我感觉我们两个 子丁不能走在一起 因为我感觉我个人 配不上他吧 就这种感觉 我跟你说啊 在爱情里自卑都很正常 你知道吗 就我要喜欢一个男生 我也觉得我卑微到尘埃里 我也配不上他 这都是正常的心理 但你不能就觉得 就下定了这个 你就定下定决论了 他就不能跟你走 你说这啾啾啾啾的 你说我上台来了 我笨他来了 我又知道他肯定不能跟我走 你说这咱接下来 这不如咋走啊这是 就是一个目的吧 就是让他知道 有一个人在背后的 一直喜欢他吧 就是这个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 哎呀这小伙啊 对啊这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